今天想利用這個vibrator 示範一下 溫度和蜘蛛之間的明瞭關係 但我當這是蜘蛛 中間這顆藍色的位置 我想代表的是Active Sight 套進去 小蜘蛛 何時才會形成Lemocrine Sub Munculo 果然進一步地有化的反應 當核狀 迫入Active Sight 領域在通行中 我想無疑 當我凎opard 撞到蜘蛛 而在側边 Grande じ brasile 都是不能形成N3 Phuket Japon rose 迫與Active Sight 的只是突然退去 既然是Molocule之間的撞擊 即是Enzyme Molecule、Substrain Molecule之間的撞擊 所以如果要它撞得正Eclipse Sight 唯有是否每一段時間 每秒鐘它撞幾多下 增加頻率 譬如每秒鐘撞一下 那未必撞不中 每秒鐘撞十下 都未必撞中 譬如每秒鐘撞一百下 以機率去計 那可能有一兩次撞Eclipse Sight 就是這下 好像代表我現在上帝之手 就是將Substrain Molecule Fit into Active Sight 這是化學反應 再進一步變成Product的前置條件 所以昨天我提及過 是Enzyme Substrain Complex 的形成最重要 我現在模擬一下 升溫 如何導致它們的Collision 即Frequency of Collision 即每秒鐘撞幾多下 數目增加 一條行數 一條常數 即是如果撞的次數越多 撞中Active Sight的機率 自然越大 這個Enzyme Molecule 這裡有很多Substrain Molecule 我放下去 再放多Enzyme Molecule 好嗎 當現在零度 好嗎 可以由很低溫開始 這樣吧 當現在很低溫 大致下溫度低 所有Monicule的Kinetic Energy 都少 FORM1IS 你看見 撞擊是比較少的 如果這麼低溫 我升溫 例如0度升到10度 無疑 就是這樣 例如0度 10度 升到20度 那會怎樣 反應 20度 是嗎 你看得到 你看得到 每秒鐘 互相之間的撞擊 即是 Premensive Policic 增加到 自然 它撞到一個Epiccise 的機會 就增加了 既然這樣 我就將20度 再升到沙 那看法 反應會怎樣 20度 升到沙 你看得到 再進一步增加 它叫做撞擊 自然形成 Hentime Subject Compensation 10度升到20度 增加 20度升到30度 增加 可以再貪心一點 30度 到30度 怎樣 我沒有一次 你看看 理論上它撞擊次數 更多 但為甚麼 根據我們的理論 根據我們的理論 現在升到30度 為甚麼 掛板的速度 反而不升 反降 明明它是這樣 撞到這麼厲害的 但明明 10度 20度 30度正在升 到7度 那個 Premensive Policic 都增加 但為甚麼 那個 Rain of Reactor 可以降 重了之後 夾到那個 暗暗的情況 這裏經歷過 要經歷過70度 經歷過70度 我試試看它給大家看 看 要經歷過70度 雖然狀跡次數多 但見面都是Anson 嘩 走掉了 ActiveSight 都變了 原先 低溫的時候 這個叫甚麼名字 是否這個過程 叫做 Denaturation 一經歷過高溫 Anson Conformation 就是Shape Monicule 自然會走 我們叫Denature 只要ActiveSight 形狀變了 你撞得快 也沒用 即是 substrate molecule 都不可以 Feed into ActiveSight 進一步回答 就是 不可以形成 N3 Substrate Complex 那怎樣可以形成 product 發覺反應便會完略 或者是 slow down 所以 我們要解釋現象 雖然 均度高 它的frequency collision Between enzyme molecule 和substrate molecule 增加 但是同時發生的 就是Denaturation The enzyme molecule are denatur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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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不可以形成 N3 Substrate Complex 所以它撞得幾急都沒有用 所以我們永遠平衡 兩個相反的力量 越高溫 frequency collision 越快 但是越高溫 Degree of Denaturation 越強 所以為何煤的化學反應速度的curve 是一個三制 先上後下 這個擺明了 根本是兩個相反的力量的平衡點 optimum temperature 便平衡了兩個 frequency collision 都相當高 加上Degree of Denaturation 是很低 形成了一個最高的速率 是很高的